和你这样的人待在一起过 我觉得丢人 这次我保证不会离开你的 今天怎么这么多瓶子 陈墨 菲菲 你要一辈子捡破烂啊 我要和你分手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和你分手 陈墨 去帮我和菲菲买个套套 这五百块啊 就是你的跑腿费了 你看 你不要太过分啊 哎呀 讨厌 菲菲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 我连你的手我都没牵过 没错 她比你有钱 比你成熟 比你等情趣 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我 少废话 这五百块 你得捡多少垃圾啊 你去还是不去 开门开门开门 快点开门 陈墨 你给我出来 你说你房租 什么时候交 再玩了两天 行不行 今天不给 马上给我滚 吵什么吵啊 还让不让人睡了 哎呦 喂小姐啊 不好意思啊 这小子啊 她欠我房租 她欠你多少钱啊 也不是很多 就一千来快 我替她讲了 别吵了 吵死了 你走吧 哎呦 哈哈 哈哈 喂 什么故事 总算找到你了 这里有名遗产 指定你记得 喂 陈墨公子 总算找到你了 这里有名遗产 指定你继承 什么时候 这种诈骗电话 打到我这种 穷逼头上来了啊 哎 等一下 陈墨子 我真的不是骗子 不信麻烦你明天 来一趟惠岭大厦 看看老爷子遗嘱 我相信你也不会 有什么损失 也对 反正也没啥能失去的 陈墨子你好 我叫李军城 惠岭集团的老总 呃 我是 500亿美金的 继承人 那个 这个整股节目吧 这个 这里是500万现金 你可以试一下 说 他妈的 这是真的 我靠 哎 但是这种 天上吊心里能好 怎么会砸到我 王城老先生 就是你10年前 救下突发新闻的老人 他是福布斯排行榜的首富 但无而无理 过此前 将所有离场都留给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去苏木白小姐为妻 而且在苏小姐 真正爱上您之前 不能在他面前 暴露你的真实身份 包泽 这个合同失效 啊 啊 就是苏木苏木白 他不是一个老女 老女人吧 明天10点 雅客开费厅 你见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 这是所有的产业合同 麻烦您签个字 里面包含基金 酒店 景区 房产等 郑国子 你看这五百万现金 是寄到你家里 还是 呃 呃 呃 这个 用这个装一下 哦 对了 还有这张无上线黑卡 您收好 无上线卡 哈哈哈 慢走啊 嗯嗯嗯 好好好 哈哈哈 哎呦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没张眼睛呢 知道我这高兴多贵的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我给你擦 我哪呢你这个色狼 把你们经理给我交过来 我不是这里的员工 我是来这儿吃饭的 吃饭 就是这种行头 连服务员都不如呢 我跟你已经道过歉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干嘛呢 你还要干嘛 赔钱呐 十万的高定呐 赔给你 这是二十万 嗯 哟 这不沉默嘛 怎么 捡垃圾 捡到这儿来了 这儿可没有瓶子给你捡 你去求求后厨 赏你几个吧 哈哈 怎么 想动手啊 信不信我让人 把你这个捡垃圾的废物 给赶出去 赶出去 你没有这个资格 难怪换了件西服 可是穿了龙袍 也不是菜籽啊 何何况是这种 某宝两百元一套的西服 还有点事 先走了 哎 别走错了 后厨在那边呢 哦 还有啊 今天晚上 新华酒店同学聚会 记得来啊 还有很多瓶子可以捡呢 真希望您晚上 还笑得冲黑 哎 你是谁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是我开的包间 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就你啊 预定这里啊 啊 如果是他就好了 哎 表姐 就是这个边三 赖在我们包间不走 嗯 两位小姐啊 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们就先离开吧 我这还有事 我还要等人 什么意思啊 你要等的人 就是我吧 你就是沉默吗 真的是你啊 你不是个丑八怪 谁跟你说我是丑八怪啊 我表姐呀 可是南洋第一大美女 倒是你 表姐 你不会真的要嫁给她 这个穷光蛋吧 小玉 别这么没礼貌 她可是你未来的姐夫呢 姐夫你真的要嫁给我 当然 不过 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随便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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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婚后你不可以碰我 第二 我可以找其他伴侣 当然 你也是 第三 两年后离婚 嗯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做假夫妻嘛 对吧 但是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做亏品买卖到 但是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做亏品买卖到 作为报答 每个月 我会给你五千块的生活费 五千 你打发叫花子 你想对我表姐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她是我未婚妻 我能做什么 那陈公子想要多少呢 加五百 行 成交 小玉 我们走 表姐 你真的要嫁给他那个穷光蛋啊 我也不想呀 但是公司目前资金周转不零 需要惠鼎集团的帮助 惠鼎集团 对 但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 嫁给陈默 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终身幸福 开玩笑啊 没关系的小月你也听到了 缺夫妻而已 对 他连你可以随便找男人这种条件都可以接受 真不是个男人 别想了 走吧 沉默啊 你还真有脸来啊 知道今天聚会庆祝的是什么吗 刘迪 你太过分 你说今天是同学聚会 我才拉沉默过来散心的 沉默这种捡垃圾的 哪有钱AA聚会呀 我帮他出不就完了 沉默不用你出 我自己有 大钟脸冲胖子 你和垃圾啊真是绝配 像我们家飞飞啊 就应该跟李少这样的人物在一起吗 嘿哟 捡垃圾的今天居然有钱吃饭了 既然有钱 不如请大家吃顿饭怎么样啊 你要是今天请得起这顿饭 我就裸奔 我请 但有个条件 李卡 我们一人一半 行啊 我同意了 我呀 到时要看看你这个捡垃圾的葫芦里 卖的是个什么药 沉默 这可是五星级酒店 那又怎么样 我就等着看您裸奔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 沉默 我觉得没有必要赌这个戏 这里最差的自助餐 这么多人也要一两万 你哪有这么多钱 没事 我既然都来了 钱肯定都准备好了 你好先生 我们酒店现在有最低消费 一万八的标准间 三万八的贵宾间 以及八万八的至尊包 请问您需要开哪一种 沉默 好不容易请同学们 来自新华为靠酒店 不如咱们就开个贵宾包先 怎么样 别太过分离开 有你什么事 你不要带着去 没必要开贵宾包 怎么 没钱 装什么大女妈了 连请同学们吃顿好的都没有 开个标准包先吧 好的 我马上去安排 我什么时候说要开标准包了 怎么 新贵 想反悔啊 不是 大家好不容易来一趟嘛 直接至尊包 直接至尊包吧 随便点 哎服务员 开一瓶 拉费 兔包子 你知道拉费多少钱一瓶吗 那就再开五瓶 好得 现在点得开心 别待会儿啊 付不起钱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老板您好 您这边一共消费二十万三千 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二十万 我这边现金啊 十万 剩下的找他 那您剩下的是刷卡还是现金 我打个电话先 王哥 我小李啊 但是我这边手头紧 想进点钱 对对对 喂 喂王哥 你有没有发现 沉默变得不一样了 十万块钱 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 我更看不起他了 拿出自己几年的生活费去请别人吃饭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怎么想的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沉默 我知道 你刚刚飞飞分手 可能心情不好 其实 我也不比飞飞差吧 我 还没谈过恋爱呢 好啊 除非你现在跟我去开房 好 那我得先验验货呀 拖 你是认真的 我这个样子像在开玩笑吗 你想做什么 就快点做 不过 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想做什么 就快点做 不过 不要让别人知道 啊 你干什么 对于你这样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女人 我真看不上 你是为了羞辱我 不是啊 我是为了完成你的承诺 诺恩 你 就是这人 吃饭不付钱 你们俩给我处理一下 想吃吧 王三的 车里在这里 滚回去扫钱 你刚才滚手 我有钱 给我点时间 可以 留下一个手指头 你是谁啊 滚出去 对不起陈总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这位是我们酒店的大股东陈总 快叫陈总好 陈总好 今儿吃饭我可以给你免单 但是你不能说出去我的身份 而且 你之前对我的羞辱 我要加倍讨回来 对不起 另外 谁才是打肿脸成胖子 是我 是我 但是你自己来 还是我叫人帮你啊 我自己来 吕蜻丛 我自己来 不打肿不准走啊 我在沃河大酒店 你要的半年的生活 苏大美女 干什么你 你怎么有空来我地盘试玩啊 是不是想小爷了 来 咱们喝两杯啊 看你是什么德性 就你 还敢跟我喝酒 臭丫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来来 把地牙的包房 你们干什么 我我有钱 你放开我 我又不差钱 我只要你 做的 沉默 沉默 别打 别打 沉默 别打了 还跟老子打 今天 不把爷的血舔干净 我要你好看 快走 追 到这儿他们就不敢追来了 你赶紧叫你的保安机你回家 你怎么那么傻 你又不会打架 我这种小人物的命不值钱的 你赶紧回去吧 谁说小人物的命不值钱 走 跟我回家 真不用 我先处理处理伤口 然后我就再躲躲 没事的 反正光脚都不怕穿鞋的是不是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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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家吧 喂 李军成 帮我搞一个叫魏小乐的人 我在酒店的 陈公子 你好 以后我就是您的私人保镖 我叫杜天豪 南洋市黑白通吃的杜天豪 嗨 我们啊 就是给您跑腿的 愿意喂陈公子 太好了 对 就在 就在那边 这谁啊 这不是刚刚那小子吗 怎么 还敢过来啊 是家门的小爷我 填点鞋吗 不好意思啊 这次我的鞋有点脏 哎呦 兄弟们 都听见了吧 他说他鞋脏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陈公子说了他鞋脏了 怎么着 哥几个都围过来干嘛呀 好哥 陈公子说他受欺负了 你小子行啊 陈公子 陈公子 我错了 我尤也不是泰山 你放了我 我刚好像说 我鞋有点脏了是吧 对 陈公子说他鞋脏了 你没听见是不是 陈公子说他鞋脏了 你没听见啊 陈公子 您这是 嫌你嘴脏 对 我嘴脏 我配不上你的鞋子 这样吧 鞋可以不舔了 你让你这两小弟 揍你一对 伤得可比我这个多一倍 好 揍我 来 打我 小黄 对了 陈公子说了 打他一个 不能比陈公子多 不能比陈公子少 好吧 金公子再见 好 各位慢走 回头去拜访你 邻居 邻居 你是 我是住你隔壁的邻居 你前几天还帮我交过房租的 你还记得吧 对对对 我把钱还给你 我加个微信 你看可不可以 我转账给你 上次真是谢谢你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温若熙 女主播呀 谢谢南洋为公子送的火箭 美女 三超短裙 倒立看看呗 原来是天生冷 但不是对方有钱没钱的 出来卖的 装了什么装呀 我没有装 也不是出来卖的 我就是个唱歌主播 您要是不喜欢看可以去别的房间啊 给脸不要脸 什么玩意儿啊 好屌哦 好屌哦 哇 谢谢往事随风送的一艘航空母舰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钱 感谢南洋为公子送来的20艘火箭 妈的 高 高 哇 感谢往事随风送的50艘航空母舰 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靠 扣了50万 也还好 喂 陈墨 赶紧来我房间一趟 好啊 你来了 你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啊 过来吃宵夜 我点了好多吃的 你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吃宵夜呢 我今天很开心 赚了钱就想请人吃东西 就你离我最近 你那个 那个直播间我看过了的 他这个那个叫什么 南洋为公子 他好像还骂你来啥 就是个混蛋 怎么混蛋了 不提了 反正他今天也被人打脸了 不过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他让我签约他的公司 签公司是干嘛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像这种公司大佬 整天想着签规则女主播 想想都觉得好恐怖啊 哎呀 我问问题 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嘛 是不是 要不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你行不行啊 我想你住我隔壁 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我不说你房租 你保护我就行 你不是还有那个叫什么 一个大哥往事随风吗 你怎么不找他呢 怎么感觉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别瞎想 那你大哥肯定是喜欢你嘛 怎么感觉这个人我认识 怎么可能 哎对了 你说你要我过来住 你又不收房租 你是不是想包养我啊 你胡说什么呢 你都不要我领 明天就办 先生 请我买房吗 看我这个样子像是买得起房的人吗 怎么不像了先生 我是大学生做兼职的 发传单有数量要求 就当问您几分钟 买不买都可以的 那行 我就帮你这个忙 不过我 我不会出一分钱的 陈先生 这里是我们的写字楼 然后这边 哎呦灵溪 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咱寿楼处理带 王经理 周围是我的客人 你也不看看 就他这样 能买得起咱房子吗 脑都无气 哎我觉得这套不错 我就这套了 看什么时候把合同给签了 别开玩笑了您 没密码 陈先生您稍等 我去拿Post机 真的是 没密码 四百万 陈先生 我带您去签合同 哎灵溪 你先去找我其他客人 陈先生 我来照顾就好 陈先生这边请 哎呦陈先生 这合同 人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这签个字呗 哎呦 陈先生 你都签个字吗 嗯 你去把刚才那个女孩找过来 灵溪 她是照顾别的客人呢 是是是 灵溪 你过来一下 陈先生 您真的要把这单给我吗 陈先生 您真的要把这单给我吗 嗯 陈先生 太感谢您了 帮我完成了业绩 这你应得的 不以貌取人挺好的 不像某些人是会 放放放放 啊 陈先生 您在这里签个字 好 好了 哎 陈先生 等一下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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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您还没有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 这个重要吗 您帮我完成了一套四百万房子的业绩 难道不是想 哎呦 啊 害羞了 陈先生 请您一定要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 日后 我一定好好报答您 嗯 行吧 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不用写 这是您应得的 陈先生 那您慢走 行 快去忙吧 嗯 这么巧啊 木柏 陈墨 你在这干嘛 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啊 陈墨 你来这干嘛 哦 我这是 哎 等会 我接个电话 妈 木柏啊 你爸今天让你看的那套别墅 你看的怎么样了 房子我看了 环境不错 设施也很好 那你要是喜欢的话 那咱们就买下来 房子是很不错 但是有点贵 我看上了那套比较七千多万呢 那实在是不行 那咱们就贷款吧 我再考虑考虑吧 你也准备在这里买房子啊 我打算给我爸妈换一套别墅 哎 对了 陈墨 你在这干嘛 都签纸吗 我来这儿看房子 你知道这儿的房子多少钱吗 没 没钱就不能看看啊 你说你要给爸妈买别墅 缺钱是不是 怎么 你要借钱给我呀 你是我未婚妻 说借钱干什么 直接送给你 好呀 你要是买下来 咱们也就不用演戏了 我直接就嫁给你 此话当真 当真 此话当真 当真 当真 当然 那行 你给我等着啊 马上让你嫁给我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当然是来买房子的 哎 那个 那个刚刚出去穿黑裙子的那个女生 她看中的是哪一套 哎呦 陈先生 这个恐怕就是你消费不起的了 我刚刚不才买了一套吗 那位小姐 看中的是302号别墅 价值可是七千多万的 七千多万 哎呀 我就是一套别墅嘛 我买了 什么 你要买别墅 有什么问题吗 哎呀 陈总 陈公子 这没什么问题 就是你也知道吧 这银行卡限额一次性刷不了几千万的 谁说我要在你手上买 可是苏小姐本来就是我的客户啊 需要我和你总经理过来吗 陈先生 合同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去那边 不用了不用了 就在这边刷吧 赶时间 没问题 陈先生 这个卡没有余额了 没钱了 完了我那张黑卡没带出来 那这样吧 你帮我把那套给留着 然后明天过来付款 您别开玩笑了 这买房子这么大的事 您说您带错银行卡了 我有说过我不买吗 哎呦 您别开玩笑了 买房子这么大的事 您说您带错银行卡了 我有说过我不买吗 那你现在把钱付了呀 四百万跟七千万 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像你这种人类的泡妞啊 这家子都没有 喂 我现在给你一个账号 你现在给我转七千万 现金转账 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问题了 陈总 我有问题 把你总经理叫过 陈公子多大个事 叫过来 多大点事嘛 你说陈公子你好 合同给我 一套七千万的别墅 换掉一个狗眼开人低的主管 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 我到哪里去临时找个主管代替呢 他 他 行 王爷爷 你被开除了 我走 你待会给苏小姐打个电话 告诉他 他看上的别墅 有人送给他 好 好的没问题 我送您 苏小姐您好 我是锦绣庄园的灵溪 你好 找我什么事 苏小姐 您看中的那套别墅 嗯 是这样的 我暂时不打算买了 等我想好了 再联系你吧 苏小姐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现在已经有人 把那套别墅买下来送给您了 您看 现在方不方便 过来签一下购房合同 你不是在给我开玩笑吧 那套别墅 可是七千多万呢 苏小姐 我没有开玩笑 苏小姐 现在您只用带身份证 过来签购房合同就可以了 你这个骗术 实在是太底端了 怎么会有人 平白无故地送一套别墅给我呢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没有骗您 苏小姐您不信的话 只用来售楼部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苏小姐您可算来了 合同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你确定一分钱都不用花 我确定您一分钱都不用花 我带您去VIP室看看合同 好 苏小姐这是购房合同 您可以看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人送了这栋别墅给您 那是谁送我的这套别墅呢 这个对方购房的时候说过 要求我们保密他的身份 这个我不能要 除非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苏小姐 苏小姐 喂 陈先生 我是灵溪 您好 有什么事吗 您送给苏小姐的那栋别墅 苏小姐拒绝了 什么 她有 她有说什么原因吗 苏小姐说 无共不受禄 除非 她知道是谁送给她的这栋别墅 否则 她不会接受 这看来也不是每个女生都会接受别人送她的东西的 苏总 今天无论如何 要把退股的事给办了 没错 今天要是我们拿不到钱 我们就不走了 张叔叔 李叔叔 你们能不能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再给我宽限几天 还宽限几天 莫白啊 当初我们就是看到你爸爸的面子上 才投资你的公司的 是啊 没想到你把公司给经营成这种情况了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很照顾我 但是 我现在遇到了一点麻烦 那个张少 不是要投资咱们公司吗 你嫁给他 不就完了吗 不可能 莫白 那就别怪我 今天不讲情面了 哎哟 陈墨 你怎么过来了 你赶快出去 我来帮你处理问题了 你帮我处理问题 陈墨 你快点给我出去 别给我表姐在这里添乱 这小子谁啊 他是能帮我退股 还是能帮我投资啊 没事的 这件事我能解决 你相信我吧 陈墨 你是不是嫌我 你是不是嫌我这里还不够乱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 莫白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是员工吗 我是他未婚夫 陈墨 我是你未婚夫 你公司出了这档子事 我能做事不管吗 陈墨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 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能力 可以帮我姐姐的公司 做些什么事 你这样的 还投资 捡破烂去吧你 你敢摔我 笑 你想干什么 笑的不是很开心吗 继续笑笑 木百 你是不是叫这小子 来羞辱我们的是不是 马上退股 没错 今天必须退股 张叔叔李叔叔 不要生气 我马上要沉默给你们道歉 道什么歉啊 他们想退就退啊 你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他们要退股 这家公司 我付出了多少信心 你知不知道 你说退就退 钱呢 两千多万 你拿什么来付 我有啊 你拿什么来付 靠做白日梦吗 我可以找到一个投资人 陈墨 你能不能不要开玩笑了 我现在就可以找他过来 张少 你来了 木百 这怎么回事啊 今天公司还挺热闹啊 张泽 你能不能不要演戏了 演戏 我什么时候演戏了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用这种方式逼迫我们在一起 你真卑鄙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要不你把你那个什么未婚服甩来的话 我帮你解决 张泽 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行 那你和你的未婚夫就等着公司倒闭吧 我就是他未婚夫 你居然和这种成小子在一起 那又怎样 他选我都不选你 你就不考虑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吗 我不跟你废话 你是想要公司倒闭 还是跟我在一起 你要他们把合同准备一下 我先去打个电话 我最后看这小子有多大能耐 喂 陈公子 有什么分布 我现在需要你投资木白的公司一个亿 陈公子 你可想好了 苏木白答应嫁给你 就是因为想要这笔投资 既然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我就不能不管 管了 他反悔嫁给你 你将会失去这个基层权 就按我说的办吧 我现在在国外出差呢 你在国外 对 最快明天上午回去 行吧 那我再去解释一下吧 但是你必须得明天中午到 好的 行 就这样吧 陈默 你的投资人是不是会顶集团 嗯 那个投资人今天过不来 可能要到明天 不是我说你 怎么交了这么一个爱吹牛逼的男朋友 这小子要真能找到投资人 我现在就给他跪下来隔头 你走吧 我要和你取消婚约 为什么 因为你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那要是我没有再骗你呢 小子 你想让我们签合同 遣散费怎么办 遣散费你们明天中午过来拿 要是他没有 我给 明天中午 要是没拿到钱的话 你就等着给起诉吧 签字吧 你知不知道你签合同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你和惠鼎集团有约缘 可是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帮助你呢 我当然知道 投资人明天一定会过来的 要是他没来 我来跟你取消婚约 减三费 我也会帮你出 表姐 那我也先 你刚才要跟我取消婚约吗 我还想着跟你动房呢 今天这套组算可以了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个李军城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怎么样啊 陈墨 你的投资人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们在这陪你演戏 可是够累的 这个钱今天中午拿不到 你可要去坐牢的哟 怎么样 投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过来 他应该是飞机晚点吧 大家再稍微等一等 投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过来 他应该是飞机晚点吧 大家再稍微等一等 飞机晚点 这种理由你都想得出来 陈墨 我不需要你的投资 你马上从我会议室出去 陈墨 不好意思 我那边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 所以来了晚一些 没关系 陈墨 你确定要我投资苏小姐公司吗 确定 陈墨 木白 我希望你清楚你是我的未婚妻 你出了事我是不会袖手通关的 而且麻烦你以后多给我一点信任行不行 既然苏小姐是您的未婚妻 那我做个适时年轻 我决定 我们惠领集团 给苏小姐投资 一个一 苏小姐 就从这儿吧 以后欢迎李总随时过来考察 好 总公子再见 陈墨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一下 什么事 为什么嫁给你我就会得到投资 为什么你能够请得动李君臣这样的大人物 他欠我人情 好吧 按照老爷子的约定 其实我也不能问你什么 但是你知道 我结这个婚就是为了这笔投资 你现在提前履行承诺 你不怕我反悔 我想让你嫁给我的时候是真心的 而不是被迫的 现在公司危机解除了 我会旅行婚约的 真的 真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又到刷礼物的时候了 这些网友还真是呀 这才一天就把我给忘了 咋回事啊 我记得我没有登出的吧 怎么还要重新登录啊 卧槽 号被到了 卧槽 号被到了 感谢王氏随风送了一艘航空母舰 这样你妈的果然没到了啊 不过他要一个没钱的号干啥呢 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 拜拜 喂 陈墨 赶快到我房间来一趟 马上过去 出什么事了 哎呀 我能出什么事呢 那你着急忙慌地把我喊过来干啥 你还记得我直播间那个大哥吗 网氏随风 他将我微信了 他还约我吃晚饭哦 你不能去啊 为什么 他给我刷那么多钱 我当面感谢一下他 总之你就是不能去 陈墨 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那个地步吧 哎 我就是不准你去嘛 哎 怎么了陈墨 闻闻不乐的 没事 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跟你俩说个秘密 我跟你俩说个秘密 你能有什么小段消息 你们知道主播温若曦大哥 往事随风吗 这谁不知道啊 学校都传风了 那个温若曦可是我们学校的大小花 只不过那个叫往事随风 好像还挺神秘的 我知道是谁 他是我们的一个学长 扬言说在一个月内要睡到温若曦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发什么神经啊 又不是睡高飞飞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哎 你知道那个学长 他今天在哪儿 不知道啊 不过他说今天要去见温若曦 我们晚上去吃点什么吧 可以啊 哎 若曦 这是你朋友 对啊 他叫陈墨 是我的室友 哦 陈墨 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往事随风 您好 我还有点事 先回房间了 若曦 这个陈墨是不是喜欢你啊 他喜欢我呀 不然为什么他刚刚对我这种态度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就算他喜欢我 我也 你也什么 哎呀 没事 不管他了 这账号怎么登不上去了 怎么会 去他吧 你们是谁呀 若曦 你们是谁呀 你就是温若曦吧 对 我是温若曦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他妈是谁呀 多管闲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往事随风 往事随风是吧 找的就是你 我打 嘿嘿 你们别打了 前两天的公子还让我调查老师随风呢 没想到你自己修啥门的 别打了 别打了 给我打了 陈墨 你愣着干什么 放什么忙 我又打不过 咱们走吧 他给我上了那么多钱 我这么能够活呢 别打了 又是钱 你别打了 我不是往事随风 别打了 哈哈哈哈 混蛋 张凤 你没事吧 我不是往事随风 求求你们别打了 那你快滚 好 那你快滚 哎 闻热心 我今天就是来跟你带句话 三天之内 你必须跟贵总添合道 不然 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放过你了 哼 南洋魏公子 魏小乐 豪哥 豪哥 饶命啊豪哥 滚 别难过了 一个骗子而已啊 陈墨 你分钱都没为我话 吃我的 住我的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不算个东西 我就是往事随风 我不想在这儿听你吹牛 我要去看看张凤他怎么样了 陈公子 南洋魏公子就是魏小乐 把他办了 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 张凤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 我怕家里人知道我受伤 欣然在你家旁边酒店 酒 酒店 好 我马上过来 张凤 张凤你没事吧 什么美人 你终于来了 你放开我 放开你 那我今天 白白癌了就能打 就这样算了 你真的不是往事随风吗 没想到你这么傻 居然真的吓死我 怎么了 陈默 张凤他 他怎么了 他把你怎么了 没有 对不起 陈默 是我误会你了 行 没什么对不起的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喂 陈公子 请您明天务必来趟惠岭大厦 好 没事就好 陈公子 现在有人想跟你竞争这个老爷子遗产 竞争遗产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王成他没有 他无儿无女 也没有爱人的吗 老爷子确实没结婚 也没孩子 但他有个侄子 叫王天一 那他既然有亲人 他为什么还要立遗嘱给我 那个老爷子 这个亲戚 比陌生男孩不亲 但是为了争夺遗产 会不择手段 但是他给我立了遗嘱 他拿什么跟我竞争 您别忘了 你也只是暂时拥有 支配这个财神的权利 如果三年内 苏小姐没有爱上你 并且和你结婚 你将会失去这个 继承仪式权利 三年 让他爱上我 并且还跟我结婚 为什么呀 对 没错 你虽然救了老爷子 不是因为他是守护 而是因为你善良 有底线 但是你不善于精灵 而苏小姐他有能力 他可以把公司管理得很好 老爷子希望你们 真正的强强联手 公司才有未来 又不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还得让他再爱上我 说白了不就是不信任我俩吗 老爷子怎么想 我无从得知 我只是负责你的安全 并且胡说你继承这个遗产 还有王家射黑 您可能会有危险 那我该怎么办 你也不用担心 从现在开始 杜天豪会贴身保护你 哦 哦 干什么 老实点 你们谁啊 你帮我干什么 你老实点 你们这是犯法的 犯了我 你老实点 路人啊 有你好受的 走 竟然是你们 怎么 很惊讶吗 什么感觉 是不是已经被吓到 你要裤子了 你疯了高飞飞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你们要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们 犯法 你觉得我们会怕吗 上次你找人也 是羞辱我 我会那么容易犯过你 找人也戏 你不就是救了一个 已经死了几个月的老头吗 我大费受伤的 把你弄过来 你以为 你今天走得了 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有人通风冒兴了 怎么 太怕了 要是有什么疑言 就赶紧说出来 别等会 说不了了 李凯 你会死得比我更糟 你信吗 沉默 你真是死鸭子嘴硬 跟我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双逼呢 那要不咱俩打个赌吧 行啊 赌什么 就赌她 高飞飞 高飞飞已经跟我玩过了 你就那么喜欢我玩过的女人 这个你不用管 你要是输了 你就把高飞飞还给我 要是我输了 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行啊 我跟你赌 我跟你赌 李凯 你说什么呢 好了 飞飞 输不了 啊 沉默 你个臭屌丝 到现在还对我贼心不死 我告诉你 就算李凯输了 我也不会和你复合的 李凯 你的赌注好像有点不太听话 好了 飞飞 这整事情就让她飘飘撩撩的 他们后面会有大把的钱给我们 高飞飞 我一直有个事情想不明白 咱们分手后你为什么还要为难我呢 我就是看你不爽 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过 我觉得丢人 那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个富二代呢 就你 找人演戏的富二代吧 你是谁啊 来这干嘛 侯哥 你怎么来了 来 坐 行 终于他们来了 不是 侯哥 行啊 李凯是吧 在我的地界榜人 你小子疯了吧 陈公子也干嘛 陈墨什么时候变成陈公子了 陈公子 您说是把他们腿打断 还是直接喂鱼 如我想象 陈公子 我真的知道错了 别杀我 李凯 你他们就是个臭傻兵 你知不知道 我是 我是 但你三番五次的羞辱 你确定我会放过你 陈公子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想再看到这张脸 明白吗 陈公子 陈墨 你 你到底是谁啊 跟你有关系吗 那这个杜天豪 也是你找来演戏的 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还是演戏吗 你告诉我 陈公子是我们 惠岭集团的董事长 你觉得他会跟你 这种小人物演戏 什么东西 惠岭集团 陈墨 董事长 不可能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他就是个臭屌丝 穷光蛋 我是个穷光蛋 但没人会穷一辈子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需要我给你解释吗 陈墨 我知道错了 我求你原谅我好吗 陈墨 刚刚你不是和李凯打赌吗 现在你赢了 我愿意和你复合 对啊 我打赌了 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重新得到我 对不对 我之前 我之前都是被逼的 被李凯逼的 咱们两个复合吧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吗 那不是我本意 李凯欺负你的时候 我真的很心疼你 咱们两个复合好不好 好啊 那咱们复合吧 陈墨 经过这么多事情 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 我当初都是被逼的 是吗 对啊 如果我当初不答应李凯 那么他就会伤害你 我是为了保护你 我才答应和他在一起的 不过现在好了 我又能回到你的身边 这次 我保证不会离开你 陈墨 你推我干什么呀 我们好不容易复合了 难道你就不想我呢 我想你的家用我 高飞飞 你这人真的很让人恶心 你知道吗 你哪怕现在脱光了 站在我的面前 我对你都不会有丝毫的想法 你什么意思 你刚刚不是答应给我复合吗 对啊 但我现在跟你分手了 陈墨 你会后悔的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让他走 看来王天一已经动手了 这之后还真需要你天身保护了 陈公子 以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靠 十点了 完了完了 迟到了 我靠 这么大的瓜吗 这么刺激吗 这什么路啊 太不漂亮了 这他妈谁干的 这是什么照片啊 你不是说 你没跟高飞飞上过床 是没有啊 这照片明显是批的 这是假的啊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真无耻 我无耻 我怎么无耻了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 你自己不清楚吗 这高飞飞真是瞎了眼 怎么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装什么 学校的照片不就是你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别他妈翻我 你不就是为了污蔑高飞飞 好让她跟李凯分手 对吗 喂 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咱俩不是说好 今天去引证吗 我来接你啊 好 就你这种人 你还有了回学校 你这种人就该去死 我问心无愧 这些照片它就是假的 不要脸 谁不要脸 当初是谁哭着喊着要跟我上床的 你 哎 哎 木白 你听我解释 哎 照片都满天飞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哎 木白 你听我解释 这 照片都满天飞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这是被人批出来诬陷我的 这都是假的 你以为你是迷信还是网红 有谁会弄出这些照片来诬陷你啊 哎 不是 木白你听我说完呢 沉默 我原来以为你只是穷了一点 但看过你帮助我们苏家两次的份上 我苏木白甘心情愿嫁给你 愿意养你一辈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你不仅穷而且坏 现在把你跟所有女人的照片 翻在墙上满天飞 你让我怎么想 我觉得 你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不是 哎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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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过你过来一趟吧 好 我等你啊 谢了木亮 我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啊 昨天刚把你交出来 今天又把你交出来了 是我们应该的 我有个事要得麻烦你 这张照片 你得帮我调查一下 是从哪个打赢店出来的 谁打赢的 好 需要多久 最快的话 今晚能给您答复 行 找到了记得 电话联系我 辛苦了 去公司 是不是找到那个人了 是不是找到那个人了 我这就把打印射的监控给您传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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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他 陈墨 你来我家干什么 你给我滚出去 我有话给你讲 来我家干嘛 陈墨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过来 你知不知道你发的这些照片 是犯法的 但凡我现在报警 你立马就要进去 什么照片 什么发布 我告诉你 你不要选我笨人 这个人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你是选择现在跟我讲实话 还是选择跟我去派出所 嗯 陈墨 我求求你 你不要把我送去派出所 好不好 好 那你跟我讲实话 我不送你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是有人 给了我十万块钱 你让我这样做 是谁 你说呀 菲菲 你还骗我是不是 怎么可能是高菲菲啊 你还骗我是不是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没有必要骗你 她自己也是受害者 她把这些照片干什么 你 行 你把你说的话全部写下来 然后签字 给我 快去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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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 高飞飞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恶人先告状 恶人先告状 你说什么呢 柳迪都已经跟我讲了 这些照片你批出来 陷害我你想干嘛 没想到 你还挺聪明的嘛 我以为以你的智商 你要才一个月 才能猜出来 是我干的 我不想跟你废话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说 哪样是开了一家米其林餐厅 你带我去吃饭 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行 你不说我立马报警 行 你报啊 反正我现在一无所有 就算你报警 我也不会说的 你 我在米其林餐厅等你 一个小时之内 你要是没来 我就离开 沉默 刚从外面回来 对啊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今天在小区 看到你的照片 这是真的吗 小区也有 那是别人批出来诬陷我的 那是我前女友 我们早就分手了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就知道 你脸红个什么 讨厌 沉默 沉默 有话是说吧 你发那些照片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这么做的目的 你还不清楚吗 我为了挽留你啊 高飞给你 他们脑子有病是不是 对 我就是有病 我觉得我现在 已经离不开你了 离不开我 你那是离不开钱 好不好 反正现在已经 没有人和我抢你了 明天我就会把那些照片 发到网上去 还有我为你打胎的证明 打胎 嗯 我们床都没上过 你拿什么打胎啊 我可以伪造那些证据啊 现在所有人都相信 我们两个上过床了 你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现在 你要么和我复合 否则 我就要毁了你 你是觉得我拿你 真没有办法 是不是 反正我已经写好了 一封遗书 一旦我出现什么危险 就会有人把我的遗书 送到警察局去 到时候 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好啊 你想要什么 我的要求很简单 给我一千万的分手费 那照片你继续发吧 钱你一分拿不到 等等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有一个未婚妻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个未婚妻 这就不用你管了 可是我还知道 你要是不跟你的 未婚妻结婚的话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财产 就多会失效 王家人 行 这一千万我给你 但是你得告诉我 只是你做这一切的 到底是谁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然后 拿钱办事了 那你去看 花样还真是多呀 我身上就这么多 剩下的 我就让人送过来 陈公子 不点点 不用了 不用了 高飞飞 这一千万 是你的了 但是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更不要打我未婚妻的主意 不点点 不用了 不用了 高飞飞 这一千万 是你的了 但是我警告你 以后 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更不要打我未婚妻的主意 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明白了 明白 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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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听我解释吗 现在证据都缺凿了 你还要说什么你 伍白 陈母 你个臭流氓 你给我放开 你答应听我解释 我就放开 好 你给我放开 我们去车上说 好 说吧 打胎 我们床都没上过 你拿什么打胎啊 我可以伪造那些证据啊 所以你真的是被冤枉了 前女友还找你要一千万 对啊 我一个穷小子 我哪来的一千万呢 对不起 陈母 是我误会你了 是不是吃醋了 吃什么醋 我说了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那咱们什么时候领结婚证 领证 上次不就说好的事了吗 上次是一时冲动 现在我想了 再好好考察你一段时间 然后再结婚 行吧 那我怎么才算通过考核了呢 这个嘛 看你的表现了 哦 对了 过段时间 你陪我回趟老家 回你老家 我爷爷八十大寿 很多亲戚朋友都会来出寿 我想着 你是我为婚夫 应该一起出现 但是你们苏家的聚会 我去是不是不太合适 早晚都要见面的 不如趁这个机会认识一下吧 嗯 也对 那行吧 到时候你通知我 我跟你一起回去 拜拜 走吧 送你回家 好好 是好的呀 沉默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我也知道 你是喜欢我的 先试试啊 是好的呀 沉默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我也知道 你是喜欢我的 若曦 若曦 你不要这样 我对你就只是 好朋友的感觉 不 沉默 你心里肯定是爱着我的 不然 你也不会三番五次地帮我 若曦 我是有未婚妻的 未婚妻 对 苏木白 而且是宽领症的那种 我不在乎 这样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在乎 对不起 若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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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这个样子 我明天就搬出去 我不在乎 这样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在乎 对不起 若曦 我们不能这个样子 我明天就搬出去 喂 喂 陈公子 明天晚上公司有个晚宴 只要是您的公司旗下的老总 都会来参加 是时候 跟你的手下的人见个面了 行 晚宴在什么地方 明天晚上七点 沃尔克大酒店 好 你好 请出示一下门票 门票 今天这里包场 不管是谁出入 都需要出示门票 让我打个电话 对 我到门口了 你派人下来接我一下吧 陈墨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来跟我朋友在附近玩啊 我来参加惠鼎集团的聚会啊 你别吹牛了行不行啊 这里可是惠鼎集团的内部聚会 你参加个屁啊 关你什么事呢 你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里不接待外来人员 你进不去的 你进不去 又不代表我进不去 陈总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不知道你们套得这么早 小的我叫何才 是这个 沃口大酒店的高管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 张赫 你好 哎 走吧 咱们进去吧 好 进去吧 这个惠鼎集团到底欠了陈总 什么人情啊 陈总 请 来来 上这儿 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 忙去吧 忙去吧 好嘞好嘞 新来的吧 来 你把这酒啊给613的房间送过去啊 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呀 我说你把酒送过去没听见啊 你小心一会儿赢姐生气了 可收了你 酒店形象代言人 罗姨姨啊 你也废话了 你快去吧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 你这个变态 你看什么 不好意思 我是来给你送酒的 我我不知道你在里面换衣服 不好意思 你给我站住 还 还有什么 事吗 你给我送酒 是不扎敲门是不是 你就是故意来偷干我换衣服的 我不是故意的 那谁知道你在里面换衣服呢 我现在就要给何总打电话 有什么话 你去跟何总说吧 有什么话 你去跟何总说吧 你打 那你就等死吧 嗯 何总 这里有个变态偷看我换衣服 什么 你要人把他控制住 我马上过去 来人啊 把这个小子给我抓起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抓我 疼疼疼疼 轻点轻点轻点 疼疼疼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就压我 你不就新来复原吗 我是陈墨 虽然还敢冒充陈墨陈公子 我看你这是活腻了 我不需要冒充 哎呦 我靠你轻点 云云 偷看你换衣服的变态 就是这个变态 松手啊 陈公子 你没事吧 这个变态 居然真的是陈公子 云云 你不会把陈公子 当成变态了吧 这个变态 居然真的是陈公子 云云 你不会把陈公子 当成变态了吧 何 何总 我不知道这个人 就是陈公子啊 我以为他就是个服务员 你是不是活得不太烦了 这个是咱们窝寇大酒店的老板 陈墨陈公子 陈公子 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都怪我有眼无助没有认出您来 求求您了 给我个机会放我一马吧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我叫陈墨 你不信啊 我还给你道个歉了呀 我也不是故意偷看你的呀 你干嘛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呢 你干嘛呀 陈公子 我真的知道错了吗 您若是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 您家脱了 让您看个够 他说要脱光了给我看呢 这种人也能做我们酒店的习乡代言人 解除合约立刻 你知道提前解除代言 酒店要赔多少钱吗 品行不端他房齿口 到时候赔的更 是是 走 赶紧 赶紧 快滚 陈公子 不好意思啊 红死我了 滚 陈公子 您来了 我和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惠岭集团的新论主持人 陈墨 陈公子 欢迎 别看咱们陈公子年轻啊 人家可是年少有为啊 别听这两位瞎说 夸张了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看来陈公子不但年少有为 还这么谦虚 看来王老爷子没看错人呐 是啊 陈公子 以后还得多仰仗民呐啊 对啊 今天在座的各位呢 若日后有需要用到陈某的地方 在下一步容辞 陈公子 您是魏不先知吗 您看啊 刚刚微博爆出来罗盈应做高级外援的丑闻 还好我们提前和他解决了 老爷子眼光主人没错 这次集团逃过了一次大的危机公关了 欢迎 喂 木板 陈墨 你明天过来苏家湾吧 报道车站 我去接你 好 这什么鬼天气啊 我才出来一会儿就出汗了 要是再这样等下去啊 非把我晒黑了不可 刚刚让你不要来 你自己不听非要来 你赶紧给你那个威婚夫打电话 他知不知道我这脸保养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啊 到时候晒黑了 他赔得起吗 哎 表姐 你怎么还特地来接他呀 哎 表姐 陈墨 木板 过过过过过了 过了过了过了 陈墨 木板 你的污婚夫 驾驶做这转车来的呀 不可以吗 木板姐姐 你这个污婚夫啊 看起来就是一脸穷酸样 哪里像个富二代呀 当然不是 他呀 也就是运气好 也不知道是帮了 惠顶集团董事长 一个什么忙 惠顶集团啊 李军诚 那又怎么样 不过是一个人情 改变不了他穷的事实 陈墨 坐这么长时间车过来 挺累了吧 累了 我带你去酒店休息 好 走 亲爱的你终于来了 人家等了你好长时间呢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姐夫好 表姐 你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孙凯吧 我问婚夫呢 是南洋天豪证券的副总经理 天豪证券听说过吧 当然 天豪证券 可是南洋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亲爱的 这位呢 就是我的表姐孙木白 你们两个可以认识一声 木白 你好 你好 这位是 这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陈墨 不知道 这位陈兄弟 在哪里高救啊 嗯 没工作 哈哈 啊 你们天豪证券的老板 是不是叫做 一个叫杜天豪的人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碰巧 听到过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认识我们孙凯家的老板 孙凯的老板 不知道陈兄弟学的是什么专业 嗯 如果学的是跟证券相关的 可以到我们公司去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高薪的职位 不用 不用了 哎 陈墨 我们家孙凯平时不随便给别人介绍工作的 你确定不需要吗 以你的资质啊 想找个月薪五千以上的工作 可不容易哦 陈墨的工作 你就不用担心了 他在我的公司上班 既然陈兄弟 要到苏小姐公司帮忙 那我 就不多此一举咯 毕竟在爱人的手下干活 也比较轻松 大家说是不是啊 哎哟 姐夫 你就直说嘛 陈墨以后啊 是要吃软饭的 何必说得这么委婉啊 陈墨 我们走 哎 等一下表姐 我们家孙凯呢 订好了饭店 咱们刚好过去吃个饭吧 你们过去吃吧 我和陈墨 就不过去了 哎 舅舅舅母都来了 你跟陈墨不去 恐怕不太合适吧 苏木玉 你和你的未婚夫吃饭 叫我的父母干什么呀 哎 别呀 舅舅舅母都到了 你跟陈墨不去 不合适吧 木白姐 你不会觉得陈墨有些丢人 不敢去吧 我有什么嫌丢人的 陈墨 我们去吃饭 别人请吃饭 不吃白不吃 那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拜拜 走吧 走 叔叔阿姨好 月儿 舅舅舅妈 月儿乖 妈 我爸呢 他来干什么 我男费 月儿 这应该是你男朋友吧 是啊 小舅妈 这位是我男朋友 孙凯 这小伙子 一表人才的 跟我们月儿 满般配啊 大姐 月儿 可真厉害啊 能找到这么厉害的男朋友 可真了不起啊 哎 弟妹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我们家月儿什么条件 你们家木白什么条件 你们家的女婿啊 肯定更厉害 哎 我们家女婿 要是能有你们家孙凯一半好 那我就满足喽 哎 听说你们家女婿 认识惠鼎集团的老总 听说你们家女婿认识惠鼎集团的老总 爸妈 大侄女 你可算是来了 大姑呀 都好几年没看见你了 大姑 大姑好 木白啊 听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在哪儿呢 大姑 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 陈默 叔叔阿姨好 哼 大姐 人都到齐了 咱们进去吃饭吧 走 走吧走吧 妈 什么时候有钱没钱 成为品牌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了 小孙呐 我们一家在一起 家常便饭就好了嘛 搞那么多菜 得花不少钱吧 没多少钱 是啊小孙 你这有点太浪费了 下次啊 可不许再这样了啊 你们没有给陈默留位置吗 你们没有给陈默留位置吗 哎呀 表姐 这个包间啊 就这么多位置 如果再多放一个呀 就做不下了 木白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 要不然 你让陈默出去吃好了 他吃了什么 有我们买单 大姑 你竟然让陈默出去吃 对啊 如果陈默觉得出去吃不方便的话 那站在这里吃也行 没事 没事木白 他们说的对 去哪是不一样 我出去 你们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为什么连一个座位都不给陈默腾出来 你们既然这么不喜欢陈默 行 他出去吃 我也跟他一起出去吃 哎呀 木白 他出去吃 我和他一起出去吃 哎呀 木白 你这是干什么呀 陈默他走了就走了呗 再说 他吃什么 还不是由小孙买单吗 你家人吃饭 凭什么让陈默出去 你怎么不让你的女婿出去 陈默是我的未婚夫 你不尊重他 就是不尊重我 哎 小孙 你快点叫服务员 给咱们换个大袋的包件啊 好吧 服务员 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大一点的包件 这我们也不够做啊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新华卧库这点的包件 都是需要成全一定的 这现在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包件呀 那这样 我加钱 哎 你这个服务员 是怎么说话的 我们过来消费 你们就这个服务态度是不是 你们饭店经理在哪 我现在就要去投诉你们 你是这 怎么回事 张总 这几位先生想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包箱 但是咱们酒店先生的包箱都已经满了 这特别要投诉我们 宋公子 我是微谷酒店的经理 我叫张鹤 张总 既然是您 宋公子你刚才是想换包件来着是吧 呃 既然是什么 好的 几位这边请 哇 没想到这个包间这么豪华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哎呀 小孙 你跟这个张经理关系很好吧 苏阿姨 我其实跟张总的关系 就一般 小孙 你看现在都是咱们自家人 你有什么可谦虚的 刚刚张总进来的时候 跟你说话的态度 我们可都看到了 如果一般 他能直接给咱们换这么大的包件吗 小孙 这么小的廉价 就认识张鹤张大老板 哎呀 了不起啊 是啊 你们看小孙多厉害 又像有些人不知进取 天天只觉得吃喝玩乐 这以后 能有什么出息 没事 他们说的话我没放信上啊 有人请咱们吃饭 咱们多吃点 我就是觉得他们说的太过分了 放心吧 我会努力的 以后会 张总跟后厨说 有位陈公子要来 所以多送了几道菜 小姑娘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们包间哪有什么陈公子 你说的应该是小孙才对吧 是啊 我们包箱就一个姓陈的 就是陈墨 你觉得像他这种人 会认识你们总经理吗 如果陈墨真的有这么大的面子 那刚刚张总进来的时候 怎么不是跟他说话 而是跟小孙说话 女士不好意思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你现在就去问问你们张总 问问他给我们家菜 到底是因为陈公子的面子 还是因为孙公子的面子 苏阿姨 今天是我们家里人吃饭的日子嘛 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 闹出些不愉快 来吧 我们举杯 来来 叔叔 我扶你 我没这 我扶您 我扶您 你滚开 我不用你扶 爸 怎么回事 爸 我没事 没事 带瓶是谁摔的 我 是我打碎的 这花瓶多少钱 我 赔 好 既然你也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报警了 我们直接私聊 别废话 赶快说 这花瓶多少钱 女士 这对花瓶 可是我们酒店 总经理的私人物品 我需要亲自打电话 问问张总 你还露着干嘛呀 赶紧去问呀 哦对了 告诉你们张总 打碎花瓶的人啊 可是孙凯的舅舅 我 陈凯呀 不用担心 没事 没关系 小孙啊 跟张总关系不错的 应该不会让你赔偿的 这事啊 我们做错了 我赔 你说你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这不是他服 我怎么能摔跤 我又没喝醉 你们张总 是怎么说的 张总他会亲自过来处理 这样吧 叔叔阿姨 你们先回房休息 花瓶这件事 就交给我来处理 那怎么 不好意思呢 说什么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的事啊 就是我的事 你和苏孟玉是一家人 和我们 可不是一家人 你怎么说话 人家松凯是来帮我们 就是 他想帮忙就让他帮啊 我们先回房间休息 陈默 我们走 叔叔阿姨 你们也赶紧回房休息吧 好吧 小心小心啊 注意 我们去那边吧 老公 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 我都不知道 你竟然这么有面子 连那个张鹤啊 好像都很怕你的样子呢 还行吧 人家今天真的好开心呀 你看看表姐他们被气的 从小我就被他压着 今天终于出了口恶气 诶 玉儿 嗯 你还记不记得 你来苏家湾之前 答应过我什么 什么 不是你说的吗 我今天要是表现得好 你就会奖励我呀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呀 你说呢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呀 你说呢 哎呀 大色狼 你脑子里一天想的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哎 玉儿 你说我们相处这么久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有数了 嗯 那就看在你今天 表现这么好的分赏 晚上等我妈妈睡着了 我去你的房间找你 怎么样 你说的是真的 嗯 哎 张总 张总您来了 老公 张总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走吧 我们过去看看 张总 这次打碎花瓶的 是我女朋友的舅舅 要不你看这样 这花瓶多少钱 我按原价 赔偿给你就是了 赔 没得起吧你 张总 您不记得我吗 我知道你是谁呀 对 你刚刚说要赔偿花瓶 来吧 这怎么回事 张总 您难道没有印象 不记得我了吗 我知道你是谁呀 对 你刚刚说要赔偿花瓶 来吧 嗯 这怎么回事 张总 我是孙凯 之前 您给我们换过包厢 还给我们加了菜 送了酒 这些您都不记得了吗 啊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我做这些 可不是因为你 而且我们俩 也不认识吧 啊 不是 张总 你 你不是因为我 才送的酒吗 哈哈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会送酒给你 你脑子有病吗 啊 孙凯 你竟然敢骗我 你不是说你之前跟张总认识的吗 原来你从头到尾都在说话 孙凯 你这种人更恶心 我以后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我 站住 小姑娘 你要是想走呢 也可以 但是把花瓶的钱 得赔给我 行 你这花瓶值多少钱 我赔给你啊 小姑娘 小姑娘 我建议你啊 还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让家里大人来处理这件事 不就一个破花瓶吗 赶紧说 没心情在这里浪费时间 破花瓶 我告诉你 这花瓶是我从英国拍卖行 买回来的唐代青花瓶 价值三千万 不是 这 张总 您不会和我开玩笑的吧 这么贵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 可以找人鉴定啊 先生 请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走 小姑娘 你打算怎么赔偿啊 张总 不是 这个花瓶不是我打碎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就把打碎花瓶的人给我叫到这里来 否则今天晚上你们两个 谁也比上头 妈 出大事了 舅舅打碎的那个花瓶 是唐代的青花瓶 价值三千万 你说什么 三千万 哎呀 我 我现在也说不清了 你敢不让姐姐过来 那孙凯呢 孙凯不是和张总 认识吗 喂 玉儿 哎呀 你可别吓我呀 大姐 这是怎么了 哎呀 陈凯呀 你这一次可闯大祸了 那个花瓶 好像挺贵的 现在玉儿被酒店扣住了 走走走走 快点 我们去救人吧 快 快快快 陈默 今天 我表面和我大姑说的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 他们其实不是针对你 是冲着我来的 没事 只要你不嫌弃我给你丢人就行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之所以带你来我们家 就是因为我相信你的未来 我觉得 只要你足够努力 一定会变得比所有人都优秀的 嗯 这个你放心啊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未婚妻 失望的 哈哈哈 喂 很祸 穿什么祸 陈默 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 出什么事了 我爸打醉的那个花瓶 好像挺贵的 我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嗯 好 那你去吧 嗯 喂 说什么 那我马上下来 没想到你真的可以对这件事袖手旁观 毕竟是我父亲 他这样做 真有点远迟了 哎呀 玉玉 妈 你这别哭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 张总说那个花瓶价值三千万 让我们赔钱呢 三千万 这 小孙 你不是和张总关系不错吗 你这赶紧帮你救救求情啊 妈 孙凯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张总 他之前都是装的 那之前送酒是怎么回事啊 我再说一遍 送酒可不是因为你们 你们还是想一想 怎么赔这三千万吧 爸妈 你们放心 我和李军神先生说好了 他会帮助我们的 好 我知道了 苏小姐 刚刚呢 我已经跟李先生通完电话了 看在你和李先生 也是朋友的面子上 你只用赔两千万就行了 什么 木白一句话 就省掉了一千万 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手里 只有一千万 不过剩下的一千万 我会三天之内还给您 苏小姐 您爷爷怎么 好歹也是苏家湾 有名的富商 拿出一千万 帮您渡官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大姐 你能不能借着钱 周转一下 陈凯 是 我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来的钱呀 今天这件事啊 要我说呀 要怪 就怪你们家女婿陈默 应该让他负责 妈 你别开玩笑 那个陈默知道 舅舅出事之后 跑得比兔子还快 现在估计躲在酒店里面 当孙头乌龟呢 再说 他那个穷屌丝 能拿出来一千万吗 一个小小的仿真花瓶 又要我两千万 一个小小的仿真花瓶 就要我两千万 陈 陈默 你怎么来了 这不关你的事 你还是不要瞎说了 这件事我来搞定 就别担心了 一个假的花瓶 准备让我赔多少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它是假的 我不用证明 我说它是假的 它就是假的 陈默 人家张总 怎么会买一个假的青花瓶 快点给我过来 陈默 你赶紧走 小伙子 我张哥呀 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既然你说 我的青花瓶是假的 好 那我们就找人来鉴定一下 它到底是真是假 它到底值不值三千万 好 我等着 陈默 你在这搞什么乱啊 哎呦 杨阿姨 你放心 这个事 我会负责到底的 陈默 这可是价值两千万的花瓶 你拿什么负责 啊 你告诉我 你负责得起吗 妈 妈 你说什么呢 陈默 说不定真的能帮到咱们呢 木板 洗开 陈默 我今天要是不把你这个穷小子给骂醒了 他今天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哎 弟妹 你看你说这话是干什么呀 人家陈默也是一片好心 想帮帮忙嘛 哎 我们苏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造了这样一个扫把心女婿 弄出了这么多事 酒店的花瓶是假的 什么时候被人订包了 是艳品 这位小兄弟啊 实在对不住 我们酒店的花瓶被人调包了 既然是假的 那赔偿的事情 花瓶被人调包 当然是我们酒店的责任 那我就放心了 张总 果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那都 散了吧 回家 回家睡觉 陈默 嗯 你怎么发现花瓶被调包的 我哪懂什么古董啊 瞎猜 瞎猜 陈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哎呦 我能是什么人哪 我是你的未婚夫 是你未来的老公 哎呀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爸妈 木白 来 坐 看会电视 据悉 新华播口大脚店的总经理张鹤 捐赠给南洋市博物馆 一尊唐代青花瓷花瓶 这个花瓶不是假的吗 怎么会捐献给博物馆 如果是真的 那张鹤 为什么要帮助陈默呀 木白啊 不管昨天晚上 打碎的花瓶是真的还是假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用管了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如果你打碎的那个花瓶是真的 那么就说明 张鹤和陈默之间肯定有什么 所以张总才会颠倒黑白 故意把花瓶说成是假的 陈默 你醒了吗 醒了 醒了 哎呀 陈默 你还是先把上衣穿上吧 那又怎么了 我是你未婚夫 春早还不是被你看过 你又胡说 出什么事了 感觉你怪怪的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嗯 什么事 昨天我爸摔碎的那个花瓶是真的 对不对 是真的吗 张鹤昨天晚上 他不是亲口说 那个花瓶是假的吗 那个花瓶是一对 一个被我爸摔碎了 另一个张总今天捐给博物馆了 一对花瓶 难道一真一假 是 你说的对 你是真的 那为什么 因为我让他说的 让他来说这个是假的 三千万 他为什么要帮你 沃口酒店也是惠顶集团的产业 你和惠顶集团到底什么关系 你不要骗我 都这个时候了 我还骗你干嘛呢 那你和惠顶集团 和李军成和张鹤到底什么关系 你是惠顶集团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要我指名嫁给你 然后资助我们家呢 木白 是这样的 其实我之前碰巧救过王城老爷子一命 他让我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就跟李军成讲 那张鹤送酒送菜的 可能也是为了讨好我吧 张鹤讨好你 可能 可能 应该 他觉得我跟李军成 关系 不错 那然后呢 然后就发生昨天那事了呀 其实我来之前 我跟他有通过电话 是让他自己承认那花瓶是假的 那他既然承认花瓶是假的 那损失怎么办呀 损失算我欠他的呗 等之后有钱了再还他 陈墨 你居然为了我们家 承担了三千万的赔偿款 不啊 其实仅仅只是为了你 陈墨 我爷爷受宴 我下午带套像样的西服来给你 给 陈墨 咱退了吧 这西装十万呢 赶紧换上吧 嗯 我看你穿着挺合适的 去见爷爷 总得体面一点吧 好啦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吃饭吧 走吧 陈墨 这里就是我爷爷家 从小呀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爷爷 哎 木白 来了 爷爷 这个是我的未婚夫 陈墨 嘿 这小子挺精神 不错 好 爷爷 那我去休息了 走吧 你觉得我们这里风景怎么样 挺不错的 在我们苏家湾这块宝地建一幢别墅楼 你说要多少钱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要五千万 一个普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建一个别墅需要这么多钱吗 我们苏家别墅在这里建的是我们苏家的地位 你个穷小子 今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苏爷爷 您这话的意思是 什么意思 我要得离开我的僧侣 苏爷爷 您怎么这么肯定 我配不上您的僧侣 配不配得少 我清楚 你既然认识李军成这样的人物 你还是不错的 那看来爷爷是调查过我了 还知道我认识李军成 我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 你必须立即离开我身旅 我给你一大笔钱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人死 第三个选择 你留在我身边 学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苏家女婿 等到我觉着你什么时候有能力 照顾我身旅一辈子 我就让他嫁给你 不好意思啊 你那三个选择 我都不选 我会凭自己的能力 给木白好的生活 陈默 你是不是疯了 木白 你怎么在这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拒绝我爷爷给你这些选择 是多么愚蠢的决定 你在我爷爷身边不用几年 你就能达到另一个境界 你现在拒绝了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 木白 我不想像苏木叶的父亲 你的姑父一样 做一个毫无自主选择权力的上门女婿 我要你抬起头 风风光光的嫁给我 陈默 你 木白 你的眼光果然不错啊 这小子果然与众不同 不为金钱所帮 不过 还是太年轻 小伙子 你已经通过我第一轮考验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 哎哎 木白 我 木白 你 愿不愿意嫁给我 就算 我一无所有 我愿意 不管身份背景 哪怕你一无所有 我都愿意嫁给你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明天就去领证 好不好 陈公子 你在这儿 抱歉我来晚了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您未婚妻的爷爷的寿宴吗 天豪特来祝寿 行 那我先走 你先喝着 我去祝寿去 没想到这个沉默 连天豪证券的杜天豪我都认识 说老爷子 天豪在这儿祝您寿笔南山 福如东海 杜老板 你这是干的什么呀 你这么大的礼 我可受不了 我一个小辈 孝敬您是应该的 你来跟我祝寿 我已经是很高兴了 你这万万使不得 杜老爷子 您别客气了 大家都知道 您是我们陈公子的未婚妻的爷爷 小辈 在这儿给您祝个寿了 什么 杜老板 是因为你才过来的吧 杜老板 杜老板 是因为你才过来的吧 应该 是吧 哈哈 你的朋友还真不少啊 爷爷 杜老板 什么跟你总的关系非常好 他不就是机缘巧合 帮了别人一个忙吗 一直这么消耗人的 最后还不是一场空 那可不一定 董事长好 那如果我说我是惠鼎集团的董事长 同时 也是王城老爷子的唯一继承人呢 他是首富继承人 莫白 赶紧找到时间 把你们的证领了吧 昨天就领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要我嫁给他 只是因为他的身份 我之所以选择沉默 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首富继承人 而是因为他只是沉默 他总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陪伴我 无微不至的关心我 所以 哪怕他不是什么首富继承人 我也会嫁给他 穆白 你说喜欢我是真的吗 我说喜欢你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 刚刚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哟 都听到了 我 我那个什么 我就是随口一说 随口一说 我可当真了 我连魂房都买好了 婚房 就那个七千多万的别墅哦 那是咱们的婚房 原来你早有预谋 那不然 怎么报到美人归呢 我猜我 那就是 我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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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咱们的婚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